巧用三鱼 东汉末年有一位叫董玉的人 个性质朴不善言语 当时局势扰乱不安 董玉和哥哥两人以砍柴为生 每回上山砍柴 董玉总不忘带着经书 一有空闲就取出来读 哥哥取笑他 他也不以为意照读不误 经过多年的努力 董玉的学养深得识人的尊敬 有许多人想跟着他学习经典 而董玉收学生的条件非常严厉 首先要求学生必当先读百遍 因为读书百遍其意自现 经典古籍熟读百遍 蕴藏在文字里的意境 自会浮现脑海 有志于学者却抱怨时间不够用 这时董玉则勉励后学 善用三鱼来学习 三鱼就是三种空闲时间 董玉说 冬者岁之鱼 夜者日之鱼 阴雨者时之鱼 春更下云秋收之后 冬天就是一年剩余的空闲 一天忙碌完 夜幕低垂时 就是一天的空闲 晴天要做各种活 阴雨天便是四时的空闲 这冬季夜晚阴雨天三鱼 正是用功读书的好时机